来 各位观众 我们来观战一把蜘蛛啊 石灸 A牌12 准备冲击S牌 这跟冲击高考有什么区别 我们是不是得给他助助威家加油 当然学业更重要啊 学业更重要 盲女 画家 大副 玩具商 这阵容打蜘蛛 我个人的感觉 没法打 当然这张地图如果说上来大方遛的特别好嘛 另当别论 就这个阵容你看画家 盲女 包括玩具商好了 玩具商其实也遛不动蜘蛛的 一波有个80点蛛丝的蜘蛛 我觉得就足够起一刀了 然后再闪现 这边的话骗下来了 但你跟盲女绕 你能绕得过盲女吗 对吧 你绕个普通的求生者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就是绕盲女 有点难啊 抓盲女 这边盲女上楼呢必吃一刀 盲女这边只能拍板子 拍板子 不拍板子其实要吃一波加速刀的 这边启动这一刀就有了 他其实这块板子要拍的 不拍板子 人家是蜘蛛啊 这边存了这么久的蛛丝 三连 这个地方的三连不好交吗 很好交呀 现在再拍板子来不及了 现在拍板子这边茫茫多的蛛丝 直接就要闪现 闪现过来 来 盲女这边有没有飞轮 看一下 变刀带走 所以我觉得刚才那块板子 其实拍了蜘蛛踹板子 盲女是可以进这个窗口的 这波击倒已经输不了了 求者没有什么打架能力的 你不可能这时候画家过来 看一眼吸附画什么的吧 大副过来救人 这大副还被通缉到 是一个蜘蛛的宝瓶真盛 摇回表 那你就摇嘛 这个也没什么办法 就吐一口 要不吐一口试试 这一口吐到了 待会儿再补个震慑 这里如果说抓茫女的话 他可以先吐一口蛛丝 然后再追一刀 对 这样的话呢 是压一个双喷 一脸 直接一刀打中 好的 压了一波双喷 压了一波双喷 穷者就不能来了 虽然说这个局 我上来给大家讲了 我感觉穷者是赢不了的 包括从我们开局来看 击倒茅女以后 大家应该也跟我感觉一样 这个局是赢不了的 但是如果这波 比如说玩具商过来压一波 不救 其实穷者是有机会能保平的 是有机会能保平的 这边密码机抢开 看到了大富 这里 大富 你要跳 就不太好了呀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看错了 我以为他跳过去救人呢 跳这边可以 跳这边可以 跳这边的话 画家是被通缉的 这边看了一眼 大富没有下来救人 追大富 不如追这个玩具商啊 蜘蛛这边有点求稳 他有点求稳 想要确保这个茫女挂飞 然后过去找这边的画家 但找画家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你抓画家 这画家还希望你去抓他呢 第一这边的密码机是拦不住的 第二这个画家如果被抓了 他这个屁股 回头走路啊 不给你看我的脸 再回头走 这这这没必要吧 这波 这台机子他压根不要 他只是不想让画家看到他的脸 把自己的脸庞藏了起来 完全上外面重新起机子 这边找到 因为他抓画家真的很亏的 这波他就算是 双喷直接秒了这个画家 说实话也没有用 因为这画家待会能做画 这画家而且没有过半这么一说 中间这个节奏点已经被穷者缓过去了 这口气已经缓过去了 那就要看开门战了 四人开门战没有 三人开门战有 穷者照样有机会能保平 而且这把什么呢 穷者手里面道具还不少呢 画家这边不过没有画 画家这边不过没有画 再回头去打画家 那画家就有画了呀 这波追画家的话 我觉得蜘蛛就赢不了了 再再再回头走 涂一口 两口没涂到 没涂到 这边画家开始作画 局势慢慢的往求生者 非常舒服的保平方向走了 再涂一口没走 涂到好打一刀 画有了 那边密码机压好 直接点亮 当然蜘蛛有一点什么好的 蜘蛛手里面的蛛丝是蛮蛮多 但求者道具蛮蛮多呀 要画的有画 要怀表的有怀表 你能秒得了谁 大副 那只能看这一刀了 哎呦我去 这一刀打完 耳鸣还有吗 耳鸣还有 那 看见了吗 利用气球刀来打 你教话都没有用 先挂人 挂人的话画家这边的门能点开吗 他底牌可以切金身的大哥 还是打了大副那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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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刀太关键了 直接减刑 玩具商要过来 不好弄哦 就守着就行了嘛 我挽留45秒45秒之后这大副已经飞了 你这边的门 你得玩具上有个搏命才行 等挽留结束玩具商就像这个画家有搏命才有可能 但我们已知这个玩具商是没有搏命的 原来救一波 原来救一波 这边画家开始滚 你这边滚 蜘蛛可以架个高速啊 真的 我觉得蜘蛛这边如果判断到位置的话 12秒 但大副应该是救不下来了 怎么这个画家的血线啊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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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哎 一个没落下来 可以 哈哈